只见宁玉书抬起就是一掌 直奔宋东风的面门而去 砰 宋东风抬臂格挡 稳稳地接住了宁玉书的招式 然后接着就是一记暗手冲锤 狠狠地打了回去 宁玉书不闪不闭 反而上前暗手拍房 硬生生地接着这一拳 呵呵 基础打得挺牢啊 宋东风微微一笑 还请宋大侠赐教 宁玉书继续提长打了过去 砰 砰 砰 宋东风闲停信步地将攻击一一接下 时不时地还会反攻回去 而宁玉书也都能全都招架下 并没有落了下风 这怎么打起来了 谢芙蓉一脸地不解 杨琪倒是看了出来 这二人是在互相试探 确切地说 是宋东风在试探宁玉书的武功路数 若是在他领悟建议 晋升八品之前 则还能和宁玉书打得有来有回 但现在可以明显看出 宁玉书不是宋东风的对手 当然宁玉书也没有用出全部实力 二人还是以切磋为主 就这样宋宁二人交手数招 然后同时朝对方打出一掌 一股气劲从二人手掌出 激荡而出 将院子中的落叶吹起来四散飘落 借助对方的掌力 二人都往后退了一步 不错 正是宿女道的宿新长 宋东风通过和宁玉书的交手 可以确定对方确实是宿女道之人 不愧是瞄瞄见前辈 晚辈甘拜下风 宁玉书双手抱拳 真诚地说道 宁姑娘在如此年纪 就有这样的武学修为 真是让在下开了眼界 原来宋东风是通过 交手在确认宁玉书的身份 蒲衍师傅 刚刚我和宁姑娘交手可以确定 她确实是宿女道之人不假 看来宋东风已经相信了宁玉书的说辞 毕竟宿女道的口碑 在江湖上还是很好的 这宁玉书如此年纪又有如此武功 实在是想不到会图谋蒲衍衍什么 别看蒲衍的师父 济原禅师现在已经圆寂了 但他现在仍然是佛门高僧的亲传大弟子 若是宿女道之人敢于打他的主意 到时候浮到两家的面子上都不好看 所以宋东风选择了替宁玉书说话 再说若是蒲衍能找到自己的亲人 那也不失为一件美事 杨琪也明白宋东风的意思 便借颇下驴地说道 这么说来宁师主说的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宁玉书急忙说道 你父亲这么多年一直都在找你 我希望你能回去看看 杨琪沉吟了一会 犹豫地说道 若是到时候证明你认错人了 岂不是空欢喜一场 不会的 我肯定不会认错的 宁玉书信誓旦旦的保证 要不然你跟着他去京城一趟 一旁的谢芙蓉突然说道 万一真的找到了你的亲生父亲 那样岂不是好事吗 可是 杨琪装作十分为难的样子 轻轻将头侧向阎明 宋东风描懂杨琪的意思 于是开口说道 蒲衍师父是担心阎明吧 这个你放心好了 在黑石城中 有我一兄在 保证没人能伤害的了他 师兄你就不用担心我了 我这么大了 可以照顾自己的 阎明这时候也开口说道 杨琪听到这里 故意假装思考了很久 然后这才缓缓地点头 我可以和你去京城 燕明正身 不过你先得给我几天时间 可以 宁玉书见杨琪答应下来 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只要蒲衍能答应和他去京城 到时候相信 安乐公自然有能确凿的证据 来证明二人的父子关系 京城六扇门 楚丹歌派陈错去黑石城 给杨琪传递消息 也是为了让他去监视杨琪 毕竟杨琪是属于 后来才加入到六扇门中 虽然对朝廷又没有什么恶感 但保不齐他会生出别的心思来 所以派人前去监视 这是正常的手段 楚丹歌不相信人心 他只相信利益 他自信六扇门 可以给予杨琪所需要的一切 武功 权力 地位 普天之下 只有背靠朝廷的六扇门 才能同时给予一个人这些东西 所以楚丹歌自信杨琪 一定会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但为了以防万一 他还是派出陈错在暗中盯着杨琪 就在这时 七长老快步走了过来 大人 陈错传来消息 宿女道的宁玉书在和蒲衍接触 哦 宿女道 宁玉书 楚丹歌没想到 这里面竟然还有宿女道牵扯进来 从安乐宫朱景艳身边的内线传过来的消息可知 他已经在暗中派人去接触蒲衍 不过为了什么去接触 派什么人去接触 这些都一无所知 所以 楚丹歌打算将计就计 正好利用杨琪伪装的蒲衍这个身份 打入朱景艳的身边 一直以来 这个安乐宫表面上看似人畜无害 但实际上却在暗中不停地在搞小动作 六扇门曾经发现过朱景艳的奇怪之处 可始终找不到任何一点把柄 也不知道他在做些什么 如今终于有机会可以一探究竟了 楚丹歌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可他万万没想到这里面竟然有宿女道的影子 难道赵新飞在这里面在图谋什么吗 可是不应该啊 赵新飞和楚丹歌一样 都是九品先天境高手 按理来说不应该再耍这些阴谋诡计了 他究竟是想干什么 思考再三 楚丹歌还是放心不下 决定亲自去见他一面 一直以来 六扇门和江湖三交的关系都算和气 所以当初赵新飞在发现 碧天梁身上有一样的时候 会选择将人送到楚丹歌手上 如今看来赵新飞还是藏了一手 暗地里在和朱景艳有勾结 于是楚丹歌站起身来 对着一旁的七长老说道 我出去一趟 是 七长老点了点头 并没有过问 今夜没有月亮 倒是满天的繁星点缀在夜空之上 楚丹歌无风而起 短暂地悬在了半空中 然后如同一颗流星一样 瞬间朝着一个方向急迟而去 与此同时 京城中的几名先天高手 全都察觉到了楚丹歌的离去 也不在意 只是有些好奇 究竟是多么棘手的事情 能惹得六扇门总捕头 亲自动身前往 而楚丹歌以其强横的实力 静止朝着宿女道而来